3月1日晚间,学生在中盛大学租物版带某房东发文 内文却是盗用另一名房东简小姐的资讯 而在3月2日,房东简小姐在下午3点与同一租物版发文澄清 并已前往民雄派出所报案 同学则是在该贴文底下表示 此事件是房东给其租物资讯并且一再地请他发文 而他并没有查明资讯就将资料放上网络所导致 在本次事件权益受损的简小姐表示 事发当时是朋友告诉他资料被盗用 并表示希望事件可以和平落幕 不要有人受骗就好 就是朋友在那个中盛大学的那个租物版 就是发现我宿舍的地址偷出来 因为他也是就是可能有在关注这个版面 那他就突然间看到我 怎么有我们的宿舍地址在上面 结果一往下看 诶 那个图片不是三星路98号的照片 就是建筑物的照片 是因为这样子是朋友告诉我的 关于这次事件 国立中正大学法律服务社特别提醒同学 在网络上看到的资讯 不一定是实际签约的内容 请同学务必小心 其实像这次冰冰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你要看清楚 租物的资讯 还有租物的内容 即便他今天在 比如说脸书的社团 或者是你在IG 或者在DK上面看到的内容 不一定是你真正签约实际上看到的内容 也就是说不论如何 你在组议的话 你合约的内容一定要看清楚 法律服务社也表示 若遇到类似事件 必须读清楚契约内容 就能在后续遇到争议时 能够保护自己 基本上我们 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租赁契约 那其实原则上我们讲 不会说他违反了什么法律 那更明确地说 你也可以说是 今天房东这样子对我 那我有什么权利 可以对他请求 那我有名法上 哪些权利可以对他请求 你在签租赁契约的时候 尤其不管是签任何的契约 你一定要看一个他的条款 那你觉得有哪里有问题的时候 你当下就要跟他提出讨论 对于契约和现实的状况 中间是不是有落差 这些东西都是要事先先确认好 那你就可以避免掉 很多后续的法律责任 像我们的麻烦这样 之前并没有消息传出 有同学因为这次租赁契约事件 而权利受损 透过这次事件 我们可以警惕自己 未来在网路上遇到任何资讯 都必须先查认 再做后续的相关动作 中正一报 顾敬红 肯家凯 中正大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